他說市長在說假消息 對 台北市長柯文哲沉默良妙 承認他散佈了假消息 正確講法是大家還沒開放報名 因為他們在問我說 本來我們以前市長出國是三名 有三名是公會的 他們就說能不能加到九名 我說哇 那麼多人 我看智慧的一定更多 因為前一天受訪時被問到 議員建議他別去上海雙城論壇 柯文哲脫口酸奇怪 議員報名已經爆滿 讓藍綠議員都傻眼 因為雙城論壇根本連時間都還沒確定 對啊 我們也是一頭霧水 第一個時間也沒出來 第二個也沒有邀請韓 片段的失憶吧 可能以為說他可能已經有邀請議員了 或者時間已經出來了 這個台北市議會的議員 非常踴躍的這件事情 來模糊 放一個煙霧蛋來模糊 就是說他自己在這麼敏感的狀態下 好像變成就是說不得不辦這樣子的雙城論壇的一個焦點 那我覺得齊心可異啦 質疑柯文哲在模糊焦點 因為香港反送中持續發酵 這個時間點舉行雙城論壇 必然會帶著滿滿正志味 簡易柯文哲上海行應該再想想 不支持要去 而且也不覺得應該要去 那因為那變成是一個政治秀場 就會讓大家覺得 其實只是對岸來釋出一些教訓你 或者是跟你摸頭的一種動作 如果柯P要堅持到上海去 就我的角度來講的話 當然最好啊 因為你現在呢 是準總統候選人 你過去是台北市長可以稍微欠債共 兩岸關係的一個論述 以及兩岸關係的一個態度 隨著假設到了這個上海去 這個沿路都會發酵 雖然還沒宣布參選 藍綠議員已經用總統參選人格局檢視 柯文哲如何處理兩岸關係 已經不是單純的城市交流 跟未來國家政策方向脫不了關係 黃宇軒 江顯東 張遠春 台北報導